从马荣出轨开始,网友迷上了分析肢体心理学,一张照片一个人神都能被网友被分析的淋漓精致,例如这两天张丹丰和经纪人毕营的照片仅一个站姿,就被网友挖除了不少新闻,杨子和秦俊杰分手或话题速成为热搜,但早在他们正式公布之前就有一些网友猜测要分手。 猜测凭借的正式肢体心理学,拍照时人们身体都会不自觉向亲近的人身边靠拢,使画面和谐,脚是一部分,观察图右边的女性脚,都会朝人群靠拢,但不同的是她们的上身尤其是头都很挺直,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。 其实腿的朝向有时候,也并说明不了问题,因为有时照相为了好看等原因,外加一些人的习惯很正常,大家真正凭借的是直觉,和谐度与敬业。 说白了就是感觉不对劲,可能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超出了朋友或礼貌的距离,或者不像是恋人应有的样子。 看完以上例子,再看杨子最近与秦俊杰的互动,相信大家就会就会很敏感。 在热恋中的男女,面对女朋友的调皮捣蛋,正常的爱人会很逆宠地笑,抱抱,而面对走过来的杨子,秦俊杰第一反应是后退两步,双手不自觉向外推表示拒绝,也许说明分手早有预兆吧。 肢体作为无意识动作,是一个人最真实的表现,而所有的肢体动作都比不过直觉。 一个人的敏感度,女人的第六感,希望杨子不会在这段感情里受伤,全身而退。